其实欧阳瑞希在木济云生气地挂断自己的电话之后 就想拨回去给他的 他知道这次他真的是生气了 可是却不曾想 刚要打的时候顾千莫就走了进来 瑞希 来 你还没吃饭吗 看我都给你拿了些什么好吃的了 哦 顾三毛 是你啊 你也还没有吃吗 我已经吃过了 这不想起来小杜不在 没人给你去打饭 所以我就自动地给你当起跑腿的来了 那我怎么承受得起呢 让你堂堂的年轻少将给我当跑腿的 你这不是让我瘦手若惊吗 你这丫头又开始在那埋态我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那张嘴 我那不是顺着你的话往下说吗 话说你真的是吃过了吗 放心 我还会跟你撒谎不成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说着便开始快速地吃了起来 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他今天要提前完成才行 好快点地回去哄哄那个被自己得罪了的某个小气的男人 那个 老风 这个应该不是真的吧 哭啊 怎么一觉醒来 他就变成了有夫之妇了 他怎么不记得自己有签这份协议啊 你说呢 白纸黑字的还能假了不成 所以说 你上官楚楚 现在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 怎么样 高兴得傻了吗 高兴你妹啊高兴 我可没有签过这份文件 冷王丰 你这是在骗婚知不知道 我妹吗 她知道了的话 肯定会很高兴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至于签没签过这份文件 我是不知道 但是那上面的手印 可绝对的是你的 不管怎么说 我是不会承认的 这可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一厢群怨而已 你承不承认无所谓 法律上承认就可以了 冷奥峰 你少拿法律来压我 你以为就你有律师吗 我们永胜集团有的是律师团 上官楚楚 嫁给我就真的让你感到那么难堪吗 嗯 冷奥峰的好脾气 也被上官楚楚的这一连番的咄咄逼人 给惹怒了 试想他冷奥峰在这S城里的身价地位 可是一点都不输给木济云的人物 又怎么可能会任由他如此这番的嫌弃自己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不该如此的设计于我 上官楚楚看见他那突然沉下来的俊脸 独自觉的感觉到了颤抖 他又怎么给忘记了呢 这次发起火来的时候可是很阴森很利的 上官楚楚 你可知道有多少女人排着队想爬上我的床 又有多少女人想坐上冷家少奶奶这个位置 冷奥峰 有多少的女人想爬上你的床 我是不知道 但是那肯定不包括我上官楚楚在里面 是吗 那请问上官小姐 昨晚又是在何人身下成欢呢 冷奥峰冷冷的一瞥 嘴角情这淡淡的嘲笑 上官楚楚 你还真的是很懂得打击我的自信 可是你也太小看了我冷奥峰了 冷奥峰 你卑鄙无耻 上官楚楚气恼的怒目与他相对 泼辣的个性展现无遗 我卑鄙无耻 你又不是第一次见识的 一番吵闹下来 该改变的事情一样都没有改变 他上官楚楚 成为了冷奥峰的妻子 已经变成了铁板上钉钉的事情 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从此刻开始 他就已经踏入了已婚妇女的行列里去了 再也不是那个自由以身轻的洒脱人儿了 怎么这么急急躁躁的 让你接的人呢 怎么自己就先回来了 没接着 罗浩呢 叫他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他 怎么会没接着呢 飞机晚点了还是别的原因 飞机没晚点 人也接着了 但是少了一个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是给接着了 可是里面没有安小雅 你是说安小雅没有过来吗 原来这才是重点啊 怪不得这家伙那么的不淡定 可是安小雅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下妖孽的吗 这下怎么就放过了这么好 可以跟他接触的机会了呢 不是 他已经提前过来了 说是会跟我们联系的 可是到这会儿 却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那么现在呢 你想怎么做 沐济云不知可否的一笑 安小雅都多大的人了 难道还怕他会失踪了不成 他如果没有主动的联系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碰上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暂时的还不想跟他们见面而已 这小子用得着那么的惊慌失措吗 先让罗浩去打听一下 最近道上有什么波动 就怕他被有心人士给掳了去 因为要保护沐济云的缘故 夏宇辰很是清楚罗浩到底培养了多少的人脉 发展了多少的手下 所以这种事情找他打听 绝对的没错 你觉得S氏会有人认识安小雅吗 而且是刚一抵达就被绑了去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肯定是环绕财团出内鬼了 要不有谁会那么快的 就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 那么清楚他会在那个时间出现的S氏呢 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如此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呢 这个我怎么知道 难不成你还真的当我是个万事通 什么事情都懂啊 再说了 我跟他安小雅又不熟 怎么会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沐济云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看来情爱这种东西 真的会让一个拥有高智商的人 变成一个彻底的思考白痴 几声清脆地叩门声后 罗浩那健硕的冷酷身影 便走了进来 少爷 你找我有事吗 罗浩直接地选择 忽视掉夏雨晨的存在 连个眼神都不舍得给他抛一下 罗浩 你就没有看见小爷我吗 罗浩这回终于地扭头看了他一眼 但是却是一记白眼狠狠地向他抛了过去 他就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大男人 没事穿得那么花俏的干什么 弄得像个人妖似的 怎么不说正事了吗 对于这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沐济云也很是无奈 也不知道罗浩是为了什么原因 每次都没给过夏雨晨好脸色 永远的都是那么一副拽得二五八万四的表情 罗浩 吩咐下去 看最近道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 还有 让他们密切地注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绑架女子之类的事情发生 是 少爷 我马上去办 罗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学长 不找吗 雨晨 在你眼里 你觉得安小雅永远都是十八岁吗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如果真的没有被绑架的话 那么这就说明 他可能并没有想好要怎么去面对你 所以给他时间吧 他想出现时总会出现的 你现在在即也没有用